新竹 哈囉,好的各位 哥現在來到了新竹的某個衛生所 那因為上週的影片呢 有跟大家介紹就是現在 艾滋的篩檢還有PREP這個新的預防方式嘛 那為了不被想說 好像都只在那邊說說知識 自己都沒有體驗到 今天我就自己來做艾滋篩檢如何 對,因為我現在人剛好在新竹啦 所以我是來到這個新竹市的某個衛生所 那我剛才跟裡面的人也稍微打過照面 他們認為說因為他們是公家的機關 所以假如我公開錄影啊 記錄一些東西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對,所以我就來這邊做了開場盤 那我等一下就會進到這個 新竹的衛生所裡面 然後親自體驗艾滋篩檢 但也會知道結果這樣子 然後等我做完 我會再把整個心得再跟各位報告 好,那麼Let's go 好,OK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這個快篩的步驟了 突然有點緊張 那我們今天選的方式是這種快篩的柿子 對,那他其實方式 我剛才就是有跟這邊護理師聊 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抽全血 那抽全血的話 他時間要比較久 就是會大概需要兩個禮拜左右 然後 兩個禮拜那個就可以驗 除了艾滋也可以驗有沒有眉毒的感染 那像這種快篩的這種艾滋柿子 他就是單純就是驗艾滋而已 那他很快 等下我把血就是吸進去這邊之後 就是他會跑 那假如跟那個驗運棒的那個原理一樣 假如是兩條的話 就是陽性我就中標了 對,那假如是只有一條的話 那就是隱形就沒事 對,那 好,那我們就先做 等一下再繼續跟大家聊天 對,那現在就是我的步驟就是我把這個血液 擠到我的指頭前方 那等一下他就是會戳個洞 好 好,然後就是一個擠血的過程 是擠到藍色的地方 好,然後我就是把血擠出來 然後擠到那個白色的凹槽上面 那現在就是會點這個所謂的緩衝液 那緩衝液點下去之後呢 那個,對,就會看到我的血 努力的往前跑 可能會要一點時間啦 就是往前跑 那現在我當然就是祈禱 等一下就是 第一條沒有 第二條有 就是只有一條的話 那我就沒事 對,那假如等一下兩條都有的話 就會中標 那其實 篩檢這個東西 有一個必須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愛只有所謂的空窗期 對,所以 剛剛也有跟這邊護理師聊 有些人他其實會很緊張 他可能就是 欸,今天發生了一夜情 對,或者是有一些不安全的性行為 然後隔天就趕快來 就是說要驗愛滋 可是其實這樣子驗是 驗不出什麼東西呢 因為愛滋有空窗期 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即使 你今天真的發生了 不安全性行為 被感染了 那基本上你要等到 三個月過後 你身體有抗體出現 那再驗這個篩檢 才會有意義 對,所以 所以其實那種就是 你一發生完 然後你覺得很緊張 就跑來驗愛滋篩檢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對,就是血液就慢慢往前跑 那要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 跑的第一條 應該是沒有吧 然後 對,沒有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安心 然後等一下要 會跑到第二條 那第二條有的話 那就是陰性 就是正常的 對,那 它其實就是有 幾種不同的意思 假如是中標 陽性的話 就是第一條會有 第二條也會有 那假如是 第一條沒有 第二條有 那就是陰性 就是正常的 那假如是 都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代表這個 市值有問題 那就可能會需要 重印 好,我不知道 鏡頭前 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我等一下 我把鏡頭拿近一點 對,好 其實就是 第一條線的部分 應該說 右邊那個空格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沒有 所以代表是陰性 可以 對,就是這個 現在鼻子的這個空格 大家會看到其實 是沒有一條線的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陰性的意思 那它旁邊那一格 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條線 就會變得越來越深 就會跟其他的背景色 凸顯出來 那這一格 其實就是一個 對照組的線 那其實我這樣子 右邊沒有 那左邊出現 這條深色的線 那其實就是 代表這個市值沒有問題 而且我也是陰性的 這樣子 好 然後現在 這是差不多又 一分鐘過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第二條 那條比較深色的 這個暗紅色的線 就又更明顯了 對 所以我這樣前面沒有 後面有 這樣就代表是陰性 那 剛才那個 我們護理師也有提到說 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疑問 就是 會有疑問說 那會不會 我們離開之後 對 那我們這邊是 對照組是陰性 會不會說 我們離開之後 這個又有一些 線條又跑出來 然後反而變成陽性 那基本上這樣的事情 是不太會發生 因為通常就是 寫過去之後 那 有那個深色的線出來 它就會慢慢出來 那現在我們都已經 很清楚的看到了第二條線 那 第一條線還沒有看到 那基本上就可以 確定是陰性的 沒有問題 好 那就先這樣子 好的各位 我現在已經做完 艾滋篩檢了 那整個體驗過程 是還不錯的 最終得到的結果 也是陰性 那其實 從進去開始 裡面的護理師 就非常親切 那他會先詢問說 那你有沒有一些 就是 不完全性行為 那你為什麼今天會想要來 就大概了解一下 大家的狀況 那當然也會適時的做一些衛教 然後主要是 剛才我講的那個 空窗鞋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有 不是說 你發生了不完全性行為 就馬上去驗 這樣其實 沒有太大的意義 對 那至於篩檢方式 也剛剛有提過 有分為試指的方式 就是 我剛才那個就是試指的方式 就是 寫第一區它就開始跑 然後大概 一兩分鐘之後就會知道結果 那另外一個 比較精確的方式 就是抽全寫 也會順便 除了艾滋之外 也會順便驗眉毒 那也是一個選項機 只是抽全寫的話 需要的時間就比較多 對好的 那這一次主要就是 常常哥就體驗艾滋篩檢的 過程給大家看 所以 在這邊還是強調一次 其實艾滋篩檢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 類似就是 癌症篩檢的那種方式 只要 是有過不安全性行為的人 其實都建議去做篩檢 那 早發現 就找治療 那沒有發現的話 那其實自己也會安心不少 所以其實是 非常建議各位 其實 只要符合條件 都可以去做艾滋篩檢 它完全是一個 匿名免費 而且非常快速的 一個篩檢方式 好 那我們這一次就先這樣走 大家掰掰